三胶不通畅是癌症发生的温床 这句绝不是慰言耸听什么是三胶呢 三胶的名字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是人体的六福之一 它包括上胶、下胶、中胶三大部分 上胶不通心肺受累 中胶不通脾胃受累 下胶不通会让肝胆肾都受罪 三胶主要功能有两个 一个是运行我们身体里的气 我们的元气、踪气、胃气、脏腐之气 就是以三胶为通道来进行运转 升降、出入的 第二个就是运行水液 我们一身的经验在体内不停地周流 运转、代谢 以三胶为通道 为何说三胶不通常容易患癌呢 中医认为癌症发生 和体内的毒血内孕排泄不畅有关系 中藏经就说服拥羊疮肿之所作业 皆五脏六腹续毒之不留则生意 就是说癌症的发生 很大程度上源于毒素的积累 癌细胞本身就是一种毒素 中医称之为癌毒 那么毒素是怎么有机会慢慢聚集 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的呢 是因为排泄毒素的通道不畅了 这个通道恰恰就是三胶 因为三胶煮水液代谢 水液代谢正常 毒素就不可能过多地在体内积聚 另外还有一部分癌症源于情绪的变化 外科正宗说 愈怒伤肝 思虑伤疲 忧思欲结 积聚成快 情绪的长期抑郁 苦闷会导致脏腹功能紊乱 诱发肿瘤 情绪失常的结果是什么 是气运行不畅 气在哪里运行 在三胶 所以我们的三胶就会因之不畅 故而三胶不畅 阻恶气的运行可以诱发肿瘤 还比如说 有的肿瘤发病 源于欲血欲结局 难经本义说得好 积蓄也 炎血脉不行 蓄积而成病也 明义执掌说得好 若人之气 循环周流 脉络清顺流通 焉有流之患也 周身畅通的血脉 必然不会成为肿瘤发生的土壤 血液为何结局 气能帅血 气行不畅 则血不畅 气在哪里运行 在三胶 所以三胶气质 则淤血内结 我们就会生癌症 还有 正气不足 也是肿瘤发生的原因之一 外症一案汇编指出 正气虚则成炎 老年人的肿瘤发病率直线上升 就和正气不足有关系 正气源于哪里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我们的先天元气 先天元气通过三胶 运行周身 支持脏腐质器的运转 因此 三胶不畅 则元气 疏不失常 脏腐质器不足 一生肿瘤 所以 你看 癌症的发生 归根结底 和三胶不畅有关系 一辈子不生癌的人 三胶往往顺畅 生了癌 经过治疗又复发的人 往往三胶 重归于组织 而能够有效治疗癌症 实现五年以上生存 甚至长寿的人 则是很好地畅通了三胶 我们怎么知道 自己的三胶不畅呢 一 总觉得有压力 焦虑不安 暗暗紧张 精神苦闷 二 总觉得自己胸闷 腹胀 两肋发胀 三 总觉得自己头晕 迷糊 昏昏欲睡 血脂偏高 四 肥胖 超重 四肢乏力 不喜欢懂 体能不好 五 身体局部出现 规律性疼痛 比如胃痛 肝胆脚痛等 六 大便肩色不畅 小便发黄 点滴不进 七 身体局部经常出现浮肿 比如下肢 眼皮等 八 面部出现鬱斑 蛇面出现鬱斑 有上面这些状况 一定生癌症吗 当然不能这么说 我们只能认为 这样的状态 说明身体内环境不好 具备肾癌症的土壤 我们可以改变它 有效妨碍症 如何疏通三胶 三胶不通导致的各种疾病 最好咨询中医来辩证调理 这里没有一个药方可以通知三胶各种疾病 今天推荐一个小动作 这个流传千年的小动作就是站桩 功效很强大 能调理三胶之气 日久见神奇 以关注关注重播分享赞 关闭观看更多更多退出全屏切换到数屏全屏退出全屏中医技术殿堂 以关注分享赞103再看46以同步道 看一看写下你的评论分享视频 时长1比370000 1分之0 37切换到横屏模式继续播放进度条 0%播放0.1比3701 37无法发弹幕弹幕倍速全屏倍速播放中0.5倍 0.75倍 1.0倍 1.5倍 2.0倍 超轻流畅 您的浏览器不支持video标签 继续观看三胶不通 恐生癌疏通方法 请收好观看更多转载 三胶不通 恐生癌疏通方法 请收好中医技术殿堂 以关注分享赞103再看46以同步道 看一看写下你的评论视频详情 每天先站5到10分钟循序渐进 之后慢慢拉长时间 以自身能力为准 除了站桩 拍三胶筋也是有效且简单的方法 每晚睡前或站或坐 用左手从右边肩膀开始 沿着胳膊外侧的三胶筋行走路线 往下拍打 动作快慢一样 一直拍打到手腕 可以稍微用力达到震动静落的作用 每次至少要拍到8分钟往上 拍完之后再用十指按揉 量持续按摩3分钟 左面肩膀用右手拍 同样的方法 一定要坚持三个月以上才能完全打通 此外 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和清淡 少吃油腻后胃 以免损伤脾胃 增加湿热和淤堵 如果本身已经淤堵严重 可以在中医科看看 辨证吃点活血化瘀 树筋通落的中药 也可选择中医按摩 刮砂 拔罐 针灸等方法综合治疗 效果可以得到极大的加强 使用 六 六 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